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诗歌 是多少人对长江的出意讲 描绘了自白地城至江陵一段 水流湍急 周行若飞的情景 如果说长江是一部本意的画卷 那么从诗歌启蒙开始 这幅长江图就已经通过这首诗 展现出了他最近海角戏的风景之一 往天门山躺里白 天门中段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楚湖 两岸青山相对冲 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是一首山水师 李白仗剑出属 雌青远游 周行江东顺流而下 远远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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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祖亲沙白 鸟飞回 湖边落幕 潇潇下 不进长江 滚滚来 秋日 木叶潇潇而下 忙如边际 江水滚滚而来 奔流不息 杜甫诗中的长江 少了几分气势磅礴与波澜壮阔 多了几分浓烈且深沉的对生命的理解 以及对人一生的感悟 旅夜 书款 唐 度处 细草 微风暗 微墙 如夜舟 心锤 平野阔 月永 霸 江流 年起 文章柱 观音 老 病羞 飘飘 隔所似 天地 亦 沙 欧 星星 低垂在辽阔的天际 月亮 暴映在江面上 随波涌动 在这样雄魂 扩大的江景面前 人的心思 也变得 缭小起来 渡金门宋碟 唐 李白 渡远金门外 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境 将入大荒流 月下 飞天静 云生 劫海浓 人连 故乡水 万里 送行舟 起伏的山岭 平坦的原野 奔流的长江 辽远的平原 每一种景象 都那样扩大 黄鹤楼 烟花三月 下扬州 孤帆远影 地空尽 违剑 长江 天际 牛 所谓明天 大概就是区区文字 却接纳了世间猪般美好 库人 扬州 黄鹤楼 黄鹤楼 李白 孟浩然 时间是最美好的春日 送别之地是充满神奇传说的黄鹤楼 江道之处又是美意的扬州 楼上的送者和别者 更是天下名流 虽要辞别 却不被悲凉裹节 相反 一切都是那么欢愉 那么温馨 你 уп assure ellos 请 Joel 寅述宝 虎蒜子 我住 长江头 颂 陋汁ugal 吾至语 我住 长江头 君住 长江 команд 日日思君 无见君 共饮长江水 此谁几时休 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 定同父相思义 这首捕蒜子我住长江头 唯美至极将慢慢相思苦 洒入浩浩长江水 当爱情的话题遇上长江 这份爱一定不相思 更显缠缘于情深一切 令人潮雨满旺 江上送王安时 江北秋音一半开 满云寒雨却低怀 青山缭绕 一无路 呼见千帆 尽应来 江上是北宋政治家 王安时创作的一首七眼绝句 这首诗深层意思是反抗阴暗 写雨过天晴 阴云半开的景象 将黄昏时的云雾写活 从云转到江边的青山 写出了江行的特殊感受 全时悠远淡雅 请取恒生 念卢浇 赤地怀骨 节选 宋苏氏 大江东去 浪淘季 千古风流人物 古类西边 人道士 三国猪狼赤地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你看 苏氏笔下的周渔 雄姿应发 胆略非凡 何等的英雄气概 大江东去 浪淘季 千古风流人物 是这样壮阔 是这样壮阔奔涌的江水 方能补育 一代代神采赵人的英雄豪杰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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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